天下没有穷物质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一些名言 天下没有穷物质 天下没有苦根生 这一些都是所谓的 所谓的单柱论命 就是用日柱来判断 说你的一个状况会如何 林梦宏你好 但是实际上 你用一个日柱来判断你的一个整体的运势 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我们常常跟你讲说 八字他其实是由年月日时 包含大运流年去组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批论 他才会是比较完整的 陈建民你好 而不是单单就只有一个日柱 就可以定所有的吉凶 跟各位讲并不太可能 所以各位你要先知道说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会批八字 所以他才采用这一种所谓的单点 论断的方式 来推论八字 但是我们都知道 就是因为你是用单点推论 所以这一种的情况 他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极端 例如我们常常讲的夫妻公备合 就代表另外一半怪物 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 各位你要知道 并不见得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 我的夫妻公备合了 所以我的婚姻就会导致 另外一半会怪物 自己在下自己 然而会这样子说 请问他有 有没有在批命 他没有在批命 一切都只是怎样 自己在幻想 所以就会导致这一种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们讲说 你们在学八字的时候 请你们记得一件事 你们一定要去实证 而不是只是一直在那边 书上的研究 影片上的研究 你到最后就会变成书呆子 你到最后就会出现 你根本不知道 你学的东西是否可以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家讲的 天下没有了穷物质 然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这个提问哲 他就说天下没有穷物质 但是为什么我就不会有钱呢 各位 怎么会这样 我们就从他的八字里面来去找这个答案 他确实是物质日住的 为什么物质日住人家说不会是很穷 因为他的下方住的就是财运 假如算这一种的话 是不是只要你的月 月之 你的日之下方住的是财运 应该都可以这样子说 可是 各位你要知道 并非是如此 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八字的一个排列 我们可以知道说 在这个八字的本命 他是戊途克回水 还有一个以后 地质只宠和 五位 所以他地质是空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知道说 这个八字天生他就是破财 所以 你不要说我是物质日住的 所以我应该要怎么样 没有那一回事 你妈你天生就破财 这跟你是什么日住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 进入了癸亥大律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会看到天干物癸合 物癸合以后 他就剩下一个瓶木 地质 剩下一个亥寿 所以各位我们就可以从这边知道说 他其实进入这一个运势了以后 他的官运 他的财运 其实各方面都是 变好的 邰哥你要好 所以各位 从这个案例里面一直在给你们强调一件事 不管你的八字是怎么样符合书上所讲 我们都不要管 什么商官见官 这些都不用 反正我们唯一要看的就是他的五行排列组合的一个现象 只要五行排列组合的现象是好的 各位你根本不用管 书上怎么讲 毕竟书他是2000年前的这一种的观念 跟我们现在的观念不太一样 所以不见得书上所讲的就一定对 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要回归到我们现在五行派 他就是跟你讲五行流通 所以你不要我再给你讲五行派 你再给我讲传统八字学 你不要做这一种无聊的事 你假如想要讲传统八字学 请你去找传统八字老师 只要是五行派 他就是看五行深刻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古书上没有讲 谁跟你讲说古书上一定要有 谁跟你讲说古书上一定要有 你还停留在古人的观念里面 你就是古人 你不要跟我讲说你会有多进步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因为古书的关系 造成很多人被八字绑得死死的跳不出来 你要知道书是谁写的 这很重要 在古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过教育 所以你去看所有八字这一些经典的书籍 每一个都是什么近世写的 也就是说每一本书都是近世写出来的 也就是都是有受过教育的 然而各位 这些竟是他们职业是命理师吗 不是 他们职业是当官的 这一些都是他们闲暇之余研究的而已 像来讲 清代的这一篇有名的古典书局 就叫子凭争权 其实他是沈孝占 他自己研究八字 他就写下几篇读书心得 那就几篇读书心得 那后面的人就一直帮他补 补一补 就变成了子凭争权 这时候我就想要问 他这一本书 里面有多少派别的观念在里面 你认为你看了这一本书 你有办法拼命吗 你学 你都不知道学到哪里去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的 就一个人在写 他是有很多人一直在补 一直在补 只是到最后 都是以沈孝占的名字下去的 所以你把这一种书 你把它捧为经典 我想请问 他的作者有几个 可能十来个以上 每个作者都是学同样的八字吗 不见得 所以那一本书的八字观念 简直跟了另外一本书一模一样 叫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他是明朝 那来讲三命通会他并不是 作者自己本身的著作 他是去搜集坊间所有算命的资料 集结成册 所以三命通会里面 其实他集结了各门各派的 这一种的观念在里面 你们坊间所谓的一柱论命 他其实也是藏在三命通会里面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书他只是当代的一个产物 甚至这一本书 他可能内容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作者写 可是你看 真正在从事这个行业 这一些命理师 他们为什么没有什么著作 流传下 各位 很简单 不认识字 算命的不认识字 可能十天干跟十二地支就背了 已经是快头昏脑上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更不可能去写书出来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 我师弟去对岸 交流了符咒 结果他们把他们那一派的符咒真言 视为真宝 当他把那个真 真言拿出来的时候 我师弟一看 他就知道 这根本没有读过书 那个字写的歪七扭八的 就这几句 就这几句话而已 他都已经写得很痛 我想请问你 他有办法写一本书出来 没有办法 所以坊间就是这一种情况 真正靠算命为主 他写不了书 不是靠这一个为主的 他可以写书 所以我们才会说 传统八字叫做书院派 就是由读书人写出来 阿牛你好 但是读书人 毕竟只是读书人 他并不是这一行业的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观念 其实是要修正的 坊间算命很厉害 因为他就靠这个为生 他算不准 当然客人就不会来 但是 算命术虽然厉害 但是无法流传下来 因为没办法显示 所以你只会听到 在坊间的算命术 时常会讲说口耳相传 口传心受 这样传到最后 原本厉害的算命术 就传到东丢一点西丢一点 全部丢光光了 所以 自然而然 书本跟学术 口耳相传的学术 谁会流传的下 只要时间一拉久 流传下来的就是书本 而这些厉害的算命术就不见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会流传下来的算命术 其实只能算恶流的算命术 你不要把这些恶流的算命术 当做是自保一样 一直在跟我讲说哪一本书有写什么 有写又怎样 你会不会批命 你跟我讲你会不会批命就好 你批命的准度在哪里就好 你不会批命 你读了再多书都没有用 这就是我一直在跟你们强调 命理这个东西 他不是在比谁书读的多 你们总是很喜欢说我读过什么 我读过什么 你拿这个 好像你就比一般人厉害 各位没有那回事 你读的多 没有用 你的实证 你的实物 这才是重点 难道今天客人找命理师是直接问 你看过几本命理书 你看过100本 你看过20本 我要找看过100本 他会这样吗 各位不会啦 所以你们不要一直 执着在说 我要看多少书 不是啦 你们要在意的是 我要去找人实证 了不了解 你要找人实证 从实证中去修正 我们本身学术当中错误了 不要一直想要靠 看书 我跟你讲 那个书都是各说各话的而已 你要不要解 书都是各说各话的 你不用在那一边 拿到了一个跟你的观念一样的 你就觉得你看书上就这样写 可能就只有那一个人跟你观念一样 那个人的批命可能还不是很厉害 各位 我常常跟你们讲 你们在网路上面看到的影片 还有你们所看到的书 都是能为修正过的 你们不要把八字认为就是那样子 我看过很多教学影片 这些教学影片 老师在台上讲的口莫横飞 每一个都跟神算一样 可是当底下的学生举个手 老师我有问题问 然后拿出一个八字来 当场老师的准确率都降一半以上 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就知道这个老师根本就没有在批命 他只是纯粹会教学 我跟各位讲 会教学不等于会批命 了不了解 会教学不等于会批命 曾经我一个学生 他就拿一个八字来给我看 这个八字我就跟他讲 我就在那边看 日主受克 地支 硬心又受伤 我就跟这个学生讲 这个人 我会叫他10月以后再来找我 学生就一直追问 老师是为什么要10月 假如10月没来找我 我就跟他摇筒 就没有了 然后他就问我一件事 老师真的看得出来 我就说 可以 只是命理师不说死亡这件事 结果这个学生就说 这是我的侄子 身价5亿的老板 身强任财官 所以他在财官大运 财官流年 老师跟你所讲的一样 10月份就走了 当时候他把这个八字 拿去问他的老师 他的老师看不出来 因为完完全全符合你八字的理论 八字身强 任财官 所以他在财官大运 财官流年 各位 这是他的好运 但是却在这一年 谁鼓歧 人生GG 而且还不是寿终正寝 最重要的不是寿终盛寝 是走的很快 住院两个月就走了 突然肝衰竭 住院两个月 bye bye 各位 我的学生当下 问那个老师的时候 整个傻眼 没办法解释 这个老师 我简单来讲 他有真的有批命的水平吗 他跟我讲的时候 学生没跟我讲这件事 我一看到 我就跟他讲这一句话 他就说真的可以看得出来 我说可以 他就是这个八字一直藏在他心中 他一直藏在他心中 他不知道答案 为什么明明一个身强的八字 却在他的用神大运 用神流年 就走人了 各位 你说什么道理去 你说什么道理去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很多东西 他是要做过修正 而这个修正一定要靠你们的实战经验 你们不要老是就跟我讲说书上讲什么 我才不管你书上讲什么 就算是五行派 就那几本破书而已 那几本破书还不见得全对 还一大堆错误在里面 要不了解 失营居士 八字 谢天机 上中下 科学段八字 那还有呢 科学八字真有趣 这三本书可以算说是五行派 当中的 教科书 但是前两本书 八字谢天机 还有科学段八字 这两本书 他是属于 失云居士那一派的五行派 也就是他 你只要仔细看 他要合化 他没有阴阳的区分 他甚至要抓用神 你们不要以为他不抓用神 他是抓用神 所以你要了解 科学八字真有趣 这一本书他算是比较我们这一派的五行派 但是 很抱歉 这个老师 他是没有受过正统教育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跟我学的 他是跟别人学的 而且还学一半 我这样子跟你讲 所以他的五行派顶多夸权秀 夸权秀 我就这样子讲了不了解 我就这样讲 为什么 我对这个老师我非常瞧不起他 他把我的东西 就是我的门派刑罚 他把他抠下来以后 他自己在那边写一篇文章 说私隐居士传给他的学生 很抱歉 那是我自己的批命的东西 他凭什么给我 造这一篇故事出来 我没有见过私隐居士 各位 我没有见过私隐居士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东西 自己用想象的 给我写一篇文章出来 那时候我的学生多火大 你知道吗 老师这不是你的东西吗 我说对这是我的东西 为什么会变成私隐居士传给你的 编故事 编故事 所以各位五行派就是这样 我老实跟你们讲 只要不是从我这边出去的 东学一点西学一点 你那五行派不能用 只要碰到最关键的东西 你就要乱拆了 了不了解 碰到关键的点 你就要乱拆了 你不要想说你批命多准 那一些都是懵中 所以各位我一直在给你们强调 实证实证实证 我说过了 讲很简单 讲很简单 但是你要实际批命 那就不是那一回事 因为实际批命 没有讲义让你照着看 你要凭你的学理 去抓出来 各位那只是说 我很少 现在在线上直播批命了 但是我是不怕批命的 各位也都知道 心血来潮 就拿一个 就请各位拿一个巴子出来 我们就批嘛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做吗 这就是我问的 你是老师 你要做到这种程度 不怕 当场 而且你批 你不要给我批那一些 摸不着边境的 你小时候怎样 你的个性怎样 你不要给我批那个 你就给我批今年 去年 前年 这几年就好了 像今天我在批命 我来大陆 我还是要批命 这个客人 对不对 八字一拿出来 其实我没有多久都批完 然后他就说 老师我看了你好多影片 其实你在刚批的时候 就把我那些想要问的那些问题 全部都讲出来 我就笑一笑 我就笑一笑 对我来讲 这有什么难的 你的八字 强弱下 配合你现在的位阶 我就大概知道你要问什么 这个是什么 你的实战经验 古书上没人教 古书上哪有教这种东西 所以各位 我一直在强调 学五行派 就是要实际的批命 你才会知道 五行派在跟你讲什么 不然的话 你假如只是个疏从 你只是个疏从 你永远 学不到 五行派里面的东西 李生言你好 你更不用讲跟我一样 可以天天讲 一路讲 讲到现在还在讲 你用 你连用都没用过 你哪有什么心得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第一个要跟你讲的 天下没有穷物子 为什么没有穷物子 一切回归五行深刻 对不对 谁跟你讲说 数 就一定正确 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